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ORC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的知识点是运算符和表达式 那么,什么是ORC的运算符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ORC的运算符呢,至少可以分成四大类 第一大类呢,是算术运算符 这个算术运算符比较好理解,因为大家都学过数学 它就是算术加,算术减,算术乘和算术除 那么第二大类是比较运算符,第三大类是逻辑运算符 第四大类连接运算符,我们先介绍算术运算符 所谓的算术运算符呢,就是指算术运算 那举一个例子,我这是CQ+,CQ+,登陆Squart Tigo Cindy数据库 在这个地方呢,我要介绍一张虚表 就是Dior,4加3,fromDior,Dior呢,是一张虚表 是ORC提供的一张虚表 这个虚表呢,无论你做多少运算,还有修改 它的记录永远只有一行 好,出来的结果就是4加3等于7 这个4加3就是算术加 如果我用的是乘以呢,出来的结果就是12 好,如果我再用减就不用说了,肯定是1 那如果我用的是除呢,4除以3,fromDior,结果是多少呢 1.3333 好,这个就是CNECT语句后哈 用算术运算符的这样一个实例 加减乘除 加减乘除 那么第二大类呢 比较运算符,主要有哪一些运算符的存在呢 比方说,大于,大于等于,小于,小于等于,等价于,不等于,后面这两个呢都是不等于哈 当然我们推荐使用最后一个,不过这两个不等于都是可以用的 那么比较运算符呢 哎,我们来看一下 CNECT的4大于3,fromDior 咦,它会出现错误哈 因为没有找到要求的from关键字 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大于3,它返回的ture force 在Orake中其实是不存在这两个关键字的哈 ture force 那怎么办呢 我可以换一种写法 比方说 我可以CNECT的ELEM from EMP Where? CALERY CALERY呢 就是有个工资列哈 啊,干脆在这里写算了 CNECT的ELEM from EMP Where? CALERY 大于1500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执行看看 哦,我再加个CALERY看看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要查询出 雇员的薪水超过1500美金 就是大于1500美金的这些雇员的名字和薪水 这个就是大于符号 Where? CALERY大于1500 查出CALERY大于1500 符合这个CALERY大于1500的这样一些记录的 雇员的姓名和薪水同理 大于等于就不用说了 大于等于就是说 要包含等价于1500 好,多了一条记录TUNER 如果呢 我只需要查询出 薪水是1500美元的 我就用等价于 出来的就是TUNER 当然我还可以用小于等于 也就说是薪水小于等于1500的雇员的名字和薪水都出来了 差不多 的确符合我的需要 这个呢 如果说是不等于的话呢 只有TUNER 没有出来哈 因为只有TUNER 刚好是1500的这样一个薪水 OK 这个就是第二大类比较运算符的用法 那么第三大类逻辑运算符最常见的三个NOTER ANDWALL 逻辑运算符是这样子的哈 逻辑运算符的话呢 逻辑运算符它其实应该算是一个二元运算符 它左右都有操作数 那么操作数的运算哈 逻辑运算是有结果的 这个结果是应该是真或者是假 当然在ORC中并没有真或者是假 这个关键字 但是它还是有真或假这个值的存在哈 NOT就是非AND就是且 OR就是或者的意思 那么我还是用这个EMP表 哈 来做一个练习NOTEANDWALL的应用 我要查询 查询 查询 我用薪水在800到1500之间 就是要用WELL WELL CENERY 大于等于800 800和1500之间 我用什么呢 用的是 在大于等于800 并且 并且 AND CENERY 小于等于1500 这个就是逻辑运算符AND的用法 AND中文就是且的意思哈 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那么这个结果我才会查询出来 这个就是AND的用法 如果我要用OR呢 把AND改成WELL呢 我们看一下OR是或者的意思 或者CENERY大于等于800 或者CENERY小于等于1500 我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 结果发现什么问题呢 大于等于800的出来了 那么小于等于1500的也出来了 如果是满足大于等于800 那是800以上 如果是满足小于等于1500 那1500以下 包括800以下都会出来 但是他这里用的是个OR 就说明所有的记录都会出来 因为OR的话呢 只要满足OR的任意一边都可以成立 举个例子看Blake是2850 他满足大于等于800 所以他出来了 但是他满足小于等于1500 并不满足 也就是说OR 只需要他两边的条件 任意满足一个 就可以出现 就可以查询出符合这个条件的记录 OK 这个就是OR 那如果 如果我把这个改成NOT呢 NOT是什么意思呢 NOT就是飞 飞的意思 也就是说如果SALERY小于等于1500 那就是不满足哈 就是说SALERY不是小于等于1500 也就是大于1500 果然出来的就是大于1500的记录 好 这个就是NOT 非真即假 非假即真 现在我们再回顾一下哈 NNOT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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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于1500 就不是Sanary小1等于1500的记录才会出现 那好 这个就是NOT and WOR 这也是Walk中最常见的三种逻辑运算符 那好 我们这一小节的知识点 叫做运算符与表达式 我一直在介绍运算符 那么表达式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表达式 所谓的表达式就是操作数和运算符 符合而成的这样一个表达式 复杂的表达式 那么比方说刚才我这个Sanary大一等于800 OR NOT a Sanary小于等于1500 这就是一个表达式 在这个表达式中有很多的操作数 如果我们把Sanary这个列当成变量 800是常量 Sanary大一等于800 或者非Sanary小于等于1500 NOT Sanary小于等于1500 好 现在的问题来了 像这样一个表达式中 有这么多的操作符 有OR 有NOT 有小一等于 有大一等于 那么这个我先运算什么 后运算什么呢 好 请注意 这就是运算符的优先级 好 优先级 运算符的优先级的话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排名 运算符优先级中 排名第一的就是算数运算符 第二是连接运算符 第三是比较运算符 第四哈 是Ease Now NOT Like NOT In Between End 好 第六 第七 第八 才是NOT and World 请注意 NOT在end之前 end又在World之前 那么如果现在我用括号提升优先级 请注意 关系运算符 是大于 逻辑运算符的 也就是说比较运算符 是大于逻辑运算符的 接下来呢 NOT and World的话呢 NOT又是先运算的 最后再运算的 才是World 那好 现在Cenary大于等于800 就要比较好 Cenary大于等于800为真 Cenary小于等于1500 再加NOT就变成Cenary 是大于1500 既要满足大于800 又要满足大于1500 那最终大于800的会全部出来 全部都出来了 因为他最小的薪水就是 就是800 如果我把这个等于去掉 只有13条记录了 因为刚才那个Smith薪水是800 就给去掉了 既满足大于800 又满足大于1500 那我肯定是满足大于800啊 两方面有一方面满足即可 这个就是World 好 这个就是NOT and World的一个用法 NOT and World NOT是非And 就是两者同时成立才成立 而World的话呢 一边成立即可 那逻辑预算符除了NOT and World之外 还有In,Like,Between,And 那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介绍 首先看一下In和NOT in 好,我这里写一个示例 CNAC的ELEM 或这样吧 EMP LUMBER DO HOWELEM FromEMP Where EMP LUMBER IN 好,注意 EMP LUMBER IN 是什么意思呢 在什么什么之中 比方说 7369 DOW號 7566 DOW號 7839 意思是什么呢 我要查询EMP LUMBER 在 这个括号中的范围 既可以是7369的 也是要7566的 还要满足7839的 就是说 它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就EMP LUMBER 雇员编号 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所有的雇员的 雇员编号和姓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果然是这样子 三条记录 In 就是在什么范围之内 那NOT IN呢 就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就满足条件 剩下的11条 这个就是IN和NOT IN 那么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BETWIN和AND BETWIN和AND 就是在什么什么范围之中 举一个例子 We are scenery BETWIN800 AND 1500 这句话的意思是 查询哈 EMP表中的 雇员姓名和薪水 当 满足什么条件呢 Sanary在800到 800到1500之间 实际上 大于等于800 AND Sanary 小于等于 1500 所谓的BETWIN AND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句话的结果是一样的 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 所谓的BETWIN AND 也是在一个范围之中 只不过呢 这个BETWIN AND 是包含 800和1500的哈 也就意味着我翻译一下 就变成了Sanary 大于等于800 AND Sanary 小于等于 1500 当然 除了BETWIN AND 还有个NOT BETWIN AND 如果说BETWIN AND 是在什么什么到 什么什么之间 那么加上NOT 就代表 不在什么到 什么之间 好 这个就是 BETWIN AND 那除此之外 逻辑运算符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Nike 和NOT Nike 这个Nike 就是像什么什么一样 NOT Nike 就是不像什么一样 这个实际上 是用来进行 模糊查询的 关于模糊查询 我们后面会专门 用一次课来讲解 好 除了逻辑运算符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 连接运算符 连接运算符呢 如果我用 Dewer表 ABC 连接 DEF from Dewer 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ABC DEF 所谓的连接 就是将两个字符串 连接在一起 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 CNike的EMP E-Lumber 连接 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中 用的是 冒号 接下来 E-Lam from EMP 好 看一下 选中之行 也就是说 出来的结果呢 我是将EMP Lumber列 跟E-Lam列 连接到了一起 当然额外还加了一个字符 就是 冒号 最终它出现了一个新的列 这个新列的列名呢 我随便起 假设就叫新列 OK 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 这个新列呢 是由EMP Lumber列 和E-Lam列 连接而成 组成了新的一列的东西 这个就是 连接运算符 好的 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的运算符 已经介绍的差不多了 所谓的运算符呢 在Work中可以分为 算术运算符 比较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 和连接运算符 而表达式 就是操作数 就是操作数跟运算符 在一起符合而成的这样一个表达式 好的 这个呢 就是本次课的内容 本次课的内容呢 是比较多的哈 请同学们下来 把每一个知识点都练习一遍 好的 我们下节课 再见 请不吝点赞